Halloa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2022年10月30日 來玩這款攻略三國 這是一款自由在線三國題材的SLG手遊 S1 軍靈天下於10月29日10點開服 中漢末五年聚入人張角率眾起義 以頭榜黃金為號 位之黃金起義 進入遊戲後可選擇位屬三大勢力 攜手三國英雄作戰 完成一統天下的霸業 遊戲玩法分為攻城掠地的通關玩法以及內政經營 沒有SLG常見的玩家間互相掠奪 結盟互助 在遊戲中可以提升我們的關節一步一步往上榜 遊玩國戰 諸侯爭霸 奪城 仿光戰等等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畫面與體驗 OK 來吧 攻略三國 好 今天是10月30日 遊戲29號開服 原本好像看28號啦 28號沒有開啊 不知道為什麼 好 伺服器兩個來吧 應該是戰爭策略遊戲吧 SLG 試試試看囉 三國題材的遊戲很多啦 東漢末年嘛 幻光跟外西就大戰 好 太平道張角 農民起義嗎 這邊可以自己點 OK 這邊每次都推薦那個吳國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不喜歡吳國 就大家喜歡衛國或是那個蜀國 然後吳國 很多三國都推薦 然後推薦他就會送你元寶 我在這裡 好啦 我們這次玩吳國好了 每次都這樣 受不了 沒有人要玩吳國 吳國是多被人家不帶劍啊 然後有點卡耶 讀取一下 存在 又好了 那可能他連續被我弄了兩次吧 東漢末年 皇帝是小孩子啊 拜託 你這樣人家小朋友當皇帝 你覺得他有能力嗎 當然是那個長輩在旁邊扶持啊 那就是外妻嘛 不然就換官嘛 長大之後就不爽外妻就結合換官 換官就是那些太監嘛 就是中國歷史好像都是這樣嘛 就外妻干陣 然後後來換官 他長大之後就報復 報仇 再把外妻給幹掉 關屏 這遊戲我們玩過啊 感覺玩過耶 因為這種遊戲是好像喔 超級像 就是陸服很多這種遊戲嘛 然後那個遊戲名稱搞不好換一換我也不知道喔 這款的利會 就是2D利會而已 不會鬥 然後戰鬥系統 也蠻普通的 45度 橫向的這一種 隨便打打 然後沒有技能可以按 三國策是怎樣 是我們的 關卡通關獎勵是不是 應該是成就任務吧 這邊有技能是不是 有一個怒氣的技能 這個是加速嗎 免費10次喔 怎麼那麼小氣啊 然後兩倍要 9級 然後這邊有一些貴族會開 這個是不是跳過啊 可能是跳過 好流產 樂不思俗啊 這個樂不思俗 這個成語很好玩 太快樂了 都不想回去了是不是 好 自動 應該說自己放那個怒氣子啊 好 成遠智 阿姆 之前玩那個三國沙 我不知道有沒有玩過三國沙的卡牌遊戲 有一張卡牌叫做樂不思俗 就是讓那個對手 該回合不能做事情 有點慘 就可能就抽完卡牌之後 什麼時候不能做就換下一位 就是一個限制人家行動的一個卡牌 然後跟那個家裡的小朋友玩三國沙 就把 這邊有那個克制 拉過來 就是 槍兵克 技兵 然後這個步兵克這個 槍兵看起來是這樣 好 地公將軍 長寶 然後那個小朋友 我就對他使用樂不思俗 第一次 很生氣 因為他不能做事情 結果第二次那個他爸爸對他使用樂不思俗 哭了 哭了 馬上翻臉不完了 遞到去房間不完了 樂不思俗 小朋友 他在意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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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牌對戰遊戲 我是說那種桌遊 桌遊就買那個實力卡牌 對戰有沒有 然後我就回想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都沒這樣啊 輸了就輸了嘛 再接再利啊 把敵人 把別人也打回來啊 小時候每天都去那個鄰居家打那個 玩那個象棋啊 暗棋啊 象棋啊 各種卡牌啊 各種撲克牌啊 什麼大老二啊 十三隻啊 什麼都玩 就是你要培養從小那種 定技的那種心 如果不怕輸有沒有 然後小時候玩那個格鬥遊戲 就去那個 雜貨店那種 電動間有沒有 打電動有沒有 然後就單挑那個大哥哥 大叔叔 我是小學生啊 因為那個快打旋風啊 然後 很多格鬥遊戲嘛 那就要很很很 表現出你很 很暢秋這樣 就很 很囂張這樣子 用一些囂張的玩捷技把他們幹掉這樣 或是 挑釁他們 然後他們就繼續投錢跟你打 投錢跟你玩 那你就可以一直玩 就是你一直贏嘛 那你就是一直贏 那你就可以不用花錢 小學生就這種關聯嘛 身上沒有多少錢 你就想辦法不能輸嘛 那就要練你的技術啊 以戰養戰有沒有 啊我記得有一次那個 我是小學生喔 我跟那個 跑去單挑那個 大概是那種高直升吧 高中比上的那種 大哥哥 然後以前那種 店中間都會那個 有一些 會抽煙或幹嘛的嗎 都很臭 就是很昏暗這樣子 就跟他們打 結果你知道怎樣嗎 打贏他之後他翻臉 直接把那個 直接把那個什麼 整個機台電源給關掉 都不要玩了 還罵我 三字經 我真的是太大膽 太大膽 完全不怕他們 一個小學生跟高中生挑釁有沒有 用電動上挑釁他們 把他們給幹掉 還好沒有被拖出去打 因為那個 那有老闆在啊 我就跟老闆說 老闆就 念他了一下 然後也沒有還我錢 可惡 我跟老闆講 是希望老闆還我錢 我錢不見了 被他關掉 好我們要來遊戲吧 張心才 又是心才妹妹 反正每次都這幾隻啊 心才啊 關瓶啊 然後有一些 觀音瓶啊 或是諸葛亮他老婆嗎 諸葛亮老婆是誰啊 大家知道嗎 就聽說不好看啊 聽說長得不好看 一個才女是不是 呃這邊有克制嘛 你可以移動一下 就讓你策略一下 其實無所謂啊 我們戰力就贏對方了 好開始 就是 所以大家要有一種那種 養成一種競爭競技的那種 心態 心態不能崩 然後那個到了國高中之後有沒有 到了那個 高中之後 玩牌還要浪人 假裝浪一下浪一下 就是我已經進化 進化成說我 呃我不會去贏妹的求勝利 我會浪分一下浪分一下 所以你已經不是那種 一定要贏對方啊 所以你可以放數一下 適時的放數一下 就是玩 玩撲克跑幹嘛 放數一下放數一下 讓整個遊戲更好玩 你不可以一直贏嗎 你要浪分一下 故意放數一下 其實還是在你的掌控之中啊 就是你想贏就贏 想輸就輸嘛 其實都是在你的控制 好 回來遊戲 這邊的話 一直都在戰鬥 我們到底有沒有SLG戰爭策略啊 這邊都是那種卡牌戰鬥 大概可以上陣5隻吧 1 2 3 4 就是了嘛 這個叫我是不是黃中啊 一個老先生拿到拿弓 真的是啊 黃中的定位就是拿弓箭啊 以前玩那個吞食天地 街姬的那個吞食天地2 黃中很爛啊 拿弓在那邊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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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沒什麼攻擊力又在後排一直射 就可以用5隻嘛 衛眼關羽 張飛 趙雲 光中 沒有那個 沒有馬鈔啊 不是五虎將沒有馬鈔 奇怪用一個衛眼 衛眼拿長刀 拿刀 好 鑄龍夫人 他這個立繪啊 就很一般啊 沒什麼特色 就是看過就忘記了 紅卡耶 鑄龍是紅卡 1 2 3 4嘛 那5啊 到時候可以上5隻 所以剛剛那個黃中應該只是 來秀 秀一下而已啊 就是有時候會有那種角色秀一下 你可以去搜除啊幹嘛的 潑彩 就是潑彩 好這邊可以自動了吧 可以加速了吧 兩倍 好15級25級 貴族應該是VIP啦 VIP2和4 不知道也許是我們可以去升階也不一定 或是花錢 剛剛吃麵包喝咖啡 現在換我都是 有彈 不太舒服 好鑄龍都出來 下一個就夢霍馬的老公 下一個就夢霍馬的老公 然後就有合體技啊 好餵屬 我們剛剛說那個誰 呃 諸葛亮老婆誰 有沒有 沒有 喔這魏國了抱歉 一定有啊 黃月英 我在這裡黃月英 這是黃月英拿弓喔 好吧拿弓 喔這些都是熟悉的武將啦 OKOK 那那個綠卡就這個不認識啦 盲牙場夢幽不認識 瑪術嗎 揮劍斬瑪術 揮類斬瑪術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戰敗又回去就砍頭 好我們來看一下戰鬥系統吧 看一下整個首頁啦 因為這個戰鬥畫面已經看好多次 怎麼這個呂布又跑來啦 魔呂布是 魔關羽魔呂布 好第2章董卓亂陣 這個都把歷史在寫的 因為他輸了嘛 所以就 被妖魔化了 政治就是這樣啊 跟政治一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種的話應該就是 還不能去世界地圖 就是你會有一個內陣 然後世界的話應該是那種國戰類型 就是我們是無國 好可能會有固定時間會有國戰 然後去去打 那國戰可能就是像剛剛那樣子打吧 好我們要經營建造一下 好刀兵營 城牆 城牆升級之後我們那個 防禦率可能變高吧 不曉得 好開服深山台幣 禮盒就手除吧 可以手除麻一下 好吾國哈姆 然後我們會有這些等級啊 稱號 音樂音效應該開關而已 怎麼那麼不靈敏啊 就點旁邊沒反應 那判定比較小 位置判定比較小 然後禮包碼的話我看一下喔 看一下官方的那個網頁 我現在要找一下耶 反正我會把那個 Facebook啦貼上去 你們再找找看吧不一定會有 然後有兩個工作列表 然後主線任務 好主攻等級11級然後這邊就是一些儲子的東西啊 我這邊就加一些儲子的東西 你看這都儲子的東西啊 9895勝是不是 我不是很喜歡關羽啊 所以我對他沒有特別的感覺 以前我想一下喔 以前小時候 一開始玩一些三國遊戲 我也是用關羽啊 你要回想到你的初初初初中 一開始你是喜歡誰 我是說我現在對他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啊 就一個關羽嘛 那個很多人都會拜他 關帝 關帝聖君嘛 然後關帝廟啊 什麼的 就是把他神化了啦 把他神化了 你想想看他是一個武將 武將是幹嘛的 武將是筷子手啊 屠夫啊 殺人魯馬 沒錯吧 殺人了然後還要祭拜他喔 那不是很奇怪嗎 我覺得很奇怪啦 古代啊古代啊 古代這樣是正常的啦 殺人殺到成 成仙 成神 那你現在敢去殺人嗎 不行啊 叫你殺蟑螂你都不敢殺了 我看他蟑螂都會被嚇到 我都不敢殺他 有好好久好一陣子都沒殺蟑螂 想看到就把他趕走就好 但是不行啊 很煩 最近又會拿拖鞋打他 看到就想要殺 沒辦法 通常是在那個廁所會發現 有時候廁所沒打開 哎呦怎麼有蟑螂跳出來 你就被嚇到 而且我們人的基因會怕那種 你會怕蟑螂 人家是說那個啦 我們古代的時候 遠古的時候 我們人類被那個巨大類的那種 昆蟲給嚇過 就古代的一些 所謂的古代是說那個上千萬年前 上千上萬上億年前吧 恐龍不是很大嗎 可能昆蟲也都很大 那我們人類可能被那個 基因被他嚇過 所以你看到蟑螂 就不自覺害怕 真的會害怕 可以找到不怕蟑螂的人嗎 看到蟑螂就是 會嚇 真的會被他嚇到 尤其是會飛的 很大隻會飛的 蟑螂有分那種很小隻的啊 細細的瘦瘦的 然後有那種德國蟑螂超大隻 那個很可怕 看他會怕 以前我們小時候家裡那個天花板都還有老鼠 晚上都會開運動會在那個天花板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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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來跑去 但老鼠你不會怕啊沒那麼怕 我有養老鼠 我會養一隻蟍鼠 沒那麼跟他玩 他現在已經 被我養十一個月了 十個十一個月了 假設他在寵物店已經兩三個月大了 那他現在已經超過一歲了 基本上他不會怕人 就可以把他抓起來放在手上跟他玩 他也很喜歡跟你玩 每天都吵著出來跟我們玩 剛來的時候很怕人啊 怕你的手 你的手就像一個那個爪子 有沒有他很怕那個爪子 慢慢的他就不怕你了 他就不怕我 我也沒有特別訓練 他就 熟悉了你的味道 每天為他吃東西 跟他玩一下 小玩一下 好那我們玩到這邊吧 差不多20分鐘 就一個戰爭策略遊戲 這種不是那一種 可以去想別人支援的 就是隔壁可以看到其他玩家那一種 這種就是會有分國戰的 三個陣營的國戰 影史就是自己攻城略地 然後內政經營養成這樣 然後抽卡養成 然後角色形象就是那種 很普通的吧 就沒什麼特色我會忘記的 好啦一直在零一直在零 有一些教學啊轉職啊 看你要升什麼啊 這邊有一些看你想升什麼 有一些效果有沒有 周官金官將軍什麼的 24小時可以再轉職是不是 這邊可能就是我有一些東西吧 大家就是要想辦法升官發財啊沒有 一直一直升上去 然後最後幹上這個當上這個軍王啊就是無果的軍王 可能是這樣吧齁 你的關子 有一些空缺嘛你看 這是請他玩家啊大家剛玩而已嘛因為剛開服而已 通常都是要課金啦課金才可以那個 爬上去啦 然後那個軍王他就有一些權限啊 有一些 功能可以用吧 可能是這樣啦可能是這樣 好啦可能會有賽季吧我不知道有沒有賽季 理論上應該有賽季吧 不然就 換伺服器 強不過就換伺服器 好啦他還在強制給我弄 好你不點了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 開鈴鐺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拜拜